欢迎来到 汉汉小光的假真经周报 我是汉汉 我是小光 今天要跟你说一个 一字三用的故事 什么 一字三用 想 喷 喷 你看这三个字是不是很像啊 哇 真的很像耶 这三个字在以前其实是通用的哦 你是说 享受的想 喷通的喷 烹饪的喷 这三个字 通用 没错 他们是长得很像没错啦 但关联是什么啊 意思看起来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其实有哦 想的甲骨文是象形字 画的是祭祀用的高台 引申为线上祭品 供祖先享用之意 因为祖先们会享用祭品 所以也就产生了享受的意思 哦 要是没有特别去查 很难把祭祀跟享这个字连结在一起耶 那哼和蓬呢 为什么通用 蓬啊是因为线上祭品前要先把祭品组好 所以以前的想字也引申为蓬主之意 后来为了分别再加上火才成为现在的蓬字 你这样一说好像蛮有道理的 那哼又是为什么呢 哼不是有顺利通达的意思吗 因为祭祀就是希望祖先保佑万事顺利啊 所以一直到秦代 想和哼都是通用的呢 而且啊哼到现在其实还是个破音字 有蓬的念法哦 只是很少人会这样用而已 原来这三个字有这么大的渊源 要是不讲都不会想到呢 对吧 那今天的资讯也够丰富了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